我呢作为个人来讲呢是让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怎么说呢因为跟跟我的专业有关系 而且呢这是一个真的是能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专业领域方面的一些知识 并不是只是人际关系方面的 而且呢你在这里面能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些多媒体的制作 这里的几位协工呢都很愿意帮助你 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尽管问他们他们会非常愿意为你为你效劳的 而且呢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来了 你就要把这里当成你的家 Karen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this is teamwork 我们一定要像不管你们谁来就把这个地方当成家也 这样才能协助整个mass media的这个组织 能让他们做得更好 也也让他们也会教你更多的东西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的分工的话 你要来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分工真的是非常的明确 而且呢是缺一不可的 对我来讲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teamwork 可能说就是马娜福音地剧场第几期的这个音乐 first to phrase里面的一个节目 然后呢我就在那个地方我说 哎呀今天人会很多我会很紧张 结果呢然后我也没有考虑太多问题 结果在大家敬拜的时候大家一下子都站起来了 就有一个一个硕大头挡到了我的这个录影机的旁边 然后我就就就挡在正中央我什么都拍不到 然后我就左晃右晃左晃右晃 真的那回真的是让我觉得很紧张 毕竟是实况转播嘛 所以说我当时就没有办法了 然后我就不停的跟严英说 我说哎呀这个人头挡到了我 那这个人头挡到了我 然后严英却就是很有耐心的说 你放心没有关系我们会帮助你 不还有Sero的那些摄像机吗 然后呢让我就觉得哎呀 这突然就让我放松了不少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组织 这是一个团队